放上去啦,我简单复习一下 第一个当然你就把它怎么样 把它做一个压缩 这边压缩成一个什么呢 特别注意是EDIP的档案 那在桌面上就会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20 比如这个204 APP 对不对 那要把它传到那个 云端上面的话 还记得吧,那个网址 叫什么 Build Build.phonegap.com就可以了 Build.phonegap.com这个网址 多一个这个 OK 那这个网址的话连进去了 或者你找一下Build.phonegap 他一样可以进来 那再来的话就是什么 登录一下 登录之后的话呢 里面基本上呢 如果你之前都没传过的话 我们Sign用那个Adobe ID 那就把它登录一下 登录之后 如果你有旧的 你就把它旧的就把它砍掉就可以了 那因为他免费只有一个吗 一般如果说你免费一个有几个方法 这个就是说 把旧的砍掉 第二就是多申请几个Adobe ID 可以了 那你一个ID的话 就会呢 就会有一个 免费的 免费的空间 可以 比如这个地方 那我把旧的砍掉的话 点他一下 这边一个settings 底下会有个什么delete 把它删掉 那我要重传 我们之前练习 特别要删掉之后 请你重新整理一下 否则他没有办法让你重传 重整一下 然后呢 再把它传上去 那我们那个网址就是在 比如说我自己IP是放在桌面上 我就找一下桌面上的那个204APP 这一个 把它开启 接下来的话 就把它怎么样 把它upload上去了 那这边名称稍微改一下 比如说你是204APP 什么名称 后面自己再打上去好了 然后ready to build 就把它帮我们产生一个QR Code 当然呢 如果说你这个专案 就放一个的话 那你就把这个QR Code放上来 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你就怎么样 就放在那个我们云端 硬碟里面 那你可以看到 最后要怎么产生 这一个专案的APK呢 就在这里 当他怎么样 出现的话 你把它下载下来 就可以